北京时间4月1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透露出中国高层对本国经济的最新判断 似乎近一段时间美国发起的一系列攻击行为并未给中国经济造成太大的实质性影响 不仅如此 一些迹象显示 美国似乎承受了更多的伤害 而中国甚至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这可能是两国贸易战发生前外界始料未及的一种结果 中国顶住美国两波攻势如果忽略无疾而终的亚太在平衡 如今以中国民营企业华为专题公司为主要目标的一系列打压动作 可以认为是特朗普专题 Donald Trump上台以后美国对中国发起的第二波攻势 第一波攻势是2018年末至2019年初为期90天的两国贸易谈判 这场已然陷入僵局的秘密谈判的具体细节至今没有公开 中美两国始终自执一词 相互推诿 先是美方通过消息人士向本国媒体传话指责中方出尔反尔 中方也通过外交系统变称谈判未成本来便无承诺 不久也有消息透露美方最后时刻狮子大开口 形同逼迫中国签订广场协议 不论如何 外界的共识是这次为期90的谈判已经难以为继 如今 美国白宫和国会命令或动员私营企业 学术组织或媒体 以华为为主要目标的一套蛮横粗暴 明火执杖的组合拳一顿操作猛如虎 似乎仍然无法扼杀华为 也没有撼动中国经济的长期走势 中美博弈是国际局势演变的关键变量 这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公开的中国高层研判称 主要宏观经济指标保持在合理区间 市场信心明显提升 一季度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好于预期 开局良好 5月29日 中国社科院预测中国2019年全年GDP增长6 4% 并认为将在第二或第三季度触底回升 这与原先预设的6 5%增速的底线并未有太多偏离 至于中美当下博弈焦点的华为 其主要创始人间总裁任正非已经多次做出了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的表态 被称为备胎的海思芯片 鸿蒙系统相继公开 诸多迹象显示这家公司也不会因为美国的封杀而窒息 相比之下 美国以美国优先为民众整对外关系 像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所亮出的双刃剑 已经令自身受到不少创伤 首先 包括美国许多盟友在内的大多数国家都没有跟进 显示出美国与盟国之间的分歧 以及陷入孤立的趋势 其次 美国的攻击手段存在较大争议 有违法违宪 干涉企业自主经营 破坏全球自由市场秩序之嫌 再次 美国进一步强化了自身霸道无理的国家形象 损害了自身的国家信用 于是 当美国在冷战后作为全球无可争议超强国家存在的时候 尚能一套一套被认为是普世性的价值体系和号召力维持自身领导地位与国际秩序 对于如今全球格局的变迁 原因不仅在于中国的崛起和挑战 还在于美国自身的过激反应与自乱阵脚所造成的冲击 这可能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一点 中国的三个意外收获近日 被称为中国通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 Kavin Michael Rudd 在纽约 专题 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特朗普为中国送上一手贸易战好牌颇有参考价值 这篇文章认为 在习近平专题因经济放缓在国内承受压力之际 特朗普给了习近平一张非常有效的民族主义牌 即便同美国的贸易协议仍有可能 中国领导层的一些人如今开始问 何必呢 他们认为 在技术 投资 外交政策 国家安全和人权各领域 特朗普已明确表明 他对中国采取了更大敌意的立场 那么北京为何要在贸易协议上投入更多政治资本 或许在中国看来 现在就止损 准备迎接下一场冷战岂不更好 大体在同一时间 中国能源巨头中石化原董事长傅成玉演讲提出中国应该做好两手准备 第一是做好短期石油断供准备 第二是在战略和长远上 立足于中国自己 从现在起 用10至15年时间做到能源基本自己 另外在中美贸易谈判期间 中国鼓励本土种植大豆 启动全国粮库清查等等做法 再如中共十八大后的反腐素季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军队整改改革 以及加强中共党的领导与中央权威 其实都有稳固中国基本盘的意义 而习近平在5月下旬在江西省考察时 特意前往中共长征的起点 象征性意义也不言而喻 可见 中国不仅对这场中美冲突早有准备 而且存在了长期抵抗的决心 事实似乎表明 敢于向特朗普主导下的美国说部的国家 如朝鲜、专题和伊朗 能够得到更多尊重和转环空间 而委屈求全的国家如韩国 墨西哥 却等来了更高的要价 当然 这种不同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美国之间的利益连接程度 对中国而言 的确因为美国优先而承受了相当的外部压力 却也并非没有意外收获 首先是证明了中国自身的实力 美国遏制中国的原因正是因为中国的崛起 但是两轮公式都未达到目的 中国已然成长到大而不到的地步 中国华为公司就是一个例证 尽管美国不厌其烦的指控华为存在安全风险 但是至今没有提供实证 可信的推测是美国至今尚未发现真正的安全问题 这对华为的技术产品显然是一种极大的肯定和宣传 其次是增强了中国的凝聚力 美国抛开意识形态针对中美贸易 特别是针对一家中国公司的蛮横粗暴的连番动作 打破了中国国内对美国模式和价值观的幻想 中国官民左右的态度空前一致 与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后的形势相似 中国许多官媒在不久前密集转发的一篇文章 感谢美国让中国青年更团结 直称他们也不读读中国历史 中国人什么时候被下注过 外力施压越大 中国人越团结 其中的说法 与陆克文发在纽约时报的文章有几分合拍 再次是美国的压力转化为了中国国内改革与发展的动力 改革开放进行三十余年后 中国国内已经积聚了大量的问题与隐患 这是一场严峻的时代性考验 整治与改革都会遭遇较大阻力 如果来自美国的外部压力不能压垮中国 反而促成中国国内的团结 改革所面临的阻力便会得到某种程度的消解 不论如何 逐渐成为现实的休息底的陷阱 对中美两国都是挑战 很难断定哪一个国家会是最后的赢家 也不排除会是一种双输的局面 至少从目前来看 中国在美国的遏制之下的表现仍然堪称强韧 并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 对中美国的遏制之下的表现